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董静桥 邀请大家在YouTube上 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发表看法 参与互动 马上介绍这集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静桥好 大家好 第二位前海军舰长吕理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院举正 静桥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第一个话题 是聚焦俄乌战场 乌克兰在八月份 对俄罗斯的库斯克地区的 军事推进了 算是他们的一次反攻号角 然而战线发展到现在呢 两军双方都出现了一些疲态 俄罗斯总统普丁 虽然下令施压 要求在十月一日前 要完全驱逐库斯克地区的 乌军势力 但已经没剩几天了 那进度打个大大的问号 同时 乌冬战线 包括了红军川的僵局 也持续了 一段时间 是不是先请旅舰长 来跟我们分享 目前的战线状况 这个俄罗斯完全收复库斯克 还有彻底拿下红军川 这两大任务 都遇到了什么问题 其实 俄罗斯才真正在进行 他所谓的胜利计划 那这个胜利计划 其实大家一直都认为 这个是泽伦斯基所提到的 但是真正在军事的运作上面 尤其是战术以及战略 从来都不向外说 因为向外说了 敌人就会先走两步 甚至先走三步 如果我们来看现在 库斯克战场这边 的确就好像是 跟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发生了一个疲态 那也就是说我们 如果仔细地比对 这两个地方的话 也就是蓝色的区域 是现在乌克兰所占领的 库斯克的区域 那如果红色的区域 那是俄罗斯反攻的位置 那如果说我们比对 9月22号到9月27号 完全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动作 那另外如果我们再比对 另外一边的战场 也就是乌东的这一个 顿巴斯战场的话 那我们也发现 其实状况也有一点点类似 也就是我们谈到 红军村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边 有铁路以及公路 四通八达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在这个位置 那比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也就是20号到27号 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进展 大家都会认为说 是不是俄罗斯打不动了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子看 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战场的话 现在是俄罗斯把这整个的 乌克兰的阻力 全部拉在这两个战线上面 然后由俄罗斯开辟第三战线 什么俄罗斯开辟第三战线 其实他甚至开辟了第四战线 我们先看第三战线 第三战线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叫做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的北边这个位置 我们就看到 其实俄罗斯他的部队 开始渐渐的南下 那至于说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地方 也就是他南线这边 那南线这边他其实也开始往北边打 意思是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 无论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在红军村方向 或者是在库斯克方向 其实他都把大量的部队 拉住乌克兰的 不让他走 乌克兰当初就把 在于乌东的最精锐的火炮 以及部队全部抽往库斯克 所以现在俄罗斯就在库斯克这边 在拉住他的精锐 然后自己开辟两个战场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没有什么进展 不要忘了冬天来了 那冬天来的时候 到底是有利于谁 不利于谁 那现在我们看到 有关于乌克兰的天气 其实他的白天 温度跟台湾差不多 大概也就是24到28度左右的 这个温度 可是他入夜之后 低于10度 那甚至有些地方 低到可能7度 那也就是说 他的如果在有雨水下来的话 那个地 那个作战的场域 全都是烂泥 然后再加上 如果人员的 无论是在他的粮食 或者是衣物 补给不足的话 这个都决定了 后续的胜败 是 好 再来我想请教一下 袁老师 这个战争还在持续 但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他先跑了一趟美国 继续跟各方打好关系 那我相信 是因为无论之后 谁当了美国总统 他都希望对乌的军援 不要断吹 那对比川普这边 已经是明确表态 就是他当选之后 会以总统当选人身份 立刻来结束战争 但贺锦丽这边的阵营 就显得有些避重纠轻了 他只重申 对乌克兰的支持 是坚定不移的 袁老师 你怎么看民主党这边的态度 这个 共和党的态度 由于他这个 川普的立场非常明确 尤其是最近 他这个副首候选人范斯 因为我觉得 不管怎么讲 川普不好意思 讲得太明白 但是范斯讲得非常明白 基本上也就是说 你打到哪儿就停在哪儿 所以说24小时 停火决定的话 就是产生了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昨日时期 他现在选的时间跟空间 都非常对的 时间上来讲 假借联合国的 开会的民意 去表达演讲 讲他立场 宣扬他这个强调 然后强调他 乌克兰本身越战越勇 这种方向 然后对于民主党的时候 尤其是对贺锦丽 他要强调 给他看他的胜利方案 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因为绝大多数人 包括美国人在内 都不会认为说 乌克兰就那么容易的 取得胜利 就除了他自己一个人 那这个 他碰到这个贺锦丽 这个贺锦丽的本身来讲 我自己坦白讲 我看了很久 弄不清楚 贺锦丽针对于 俄乌冲突的未来 是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他本身 是以不直接谈到 政策有名的 就是任何事情 你问贺锦丽的话 你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立场 但是他基本上 照本宣克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 拜登的立场 那么我现在强调 就是说是 贺锦丽强调拜登的立场 贺锦丽基本上 会跟随着拜登的幕僚 然后贺锦丽 跟随着民主党的趋势 我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首先拜登的立场 就是他基本上是希望 乌克兰能够持续下去 然后唯一的条件 就是不要拉美国下水 所以提供武器 提供钱 那最近的话 拜登也承诺 因为他们刚见面 民主党立场的话 提供80亿美元 那么这个数字的话 就不小 但是基本上 也就是说 要跟大家强调 乌克兰是有希望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贺锦丽这边的立场的话 他是延续的 拜登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觉得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 在美国的民意的 如此分歧的情况下 他停不下来 他要讲这种话 但是讲这种话 是不是真的意思 能不能按照这个形式来讲 目前为止 我看到了所有的重要的智库 所有的这种 甚至于 就是说退役的人 在意的人可能不这样想 退役人的话 基本上认为说 这场战斗打下去 对美国来讲 就是花人 花钱 花武器 甚至有可能把美国拉进一个核能大战 就是核子大战的话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普丁最近 把用核武的条件又改变了 就是说你只要提供武器的国家当中 是具有核子威胁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先发之人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大的威胁 但是另外民主党的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也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 他们基本上 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说民主党有非常多人认为说 乌克兰的话表现得非常神有 所以导致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面对于这种大情势的话 你坚持保持神勇的情况下 是不是一个道德上很正确的行为 因为谁都知道这里头的话 死伤的人数的话 乌克兰是非常惨的 所以说这样的维持下去 乌克兰人的话 基本上等于白死 如果你打死一场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有的时候在想 也想到我们自己台湾人的立场 也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题目 好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日前呢 泽伦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谈话 他是尖锐地批评中国大陆 在试图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势 并点明中国跟巴西 共同提出的和平方案呢 跟他结束战争的倡议 其实是冲突的 那包括了丹麦首相也帮枪啊 只称若不是中国的帮助 莫斯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长期 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那怎么看泽伦斯基 对巴西还有中国的质疑 讲了那么多故事给联合国听 是不是最终的导向 还不是希望你美国跟北约 多挤出一些资源 持续给我乌克兰呢 基乔你知道吗 那个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 讲的那句话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泽伦斯基 你是地球表面上面 最大的推销员 他没有说成功 你是最大的推销员 你每次跑到美国来 都带600亿美金 那是1.8兆台币啊 这么多钱啊 他说但是呢 你带钱回去之后呢 对我们美国有什么帮助 对不对 所以泽伦斯基 日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面 他就讲 他说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来干嘛 影响俄罗斯 但我们不希望他当调停者 这句话你会觉得逻辑有问题 你希望他当这个一个 有影响力的大国 去施压俄罗斯 但不希望他当调停者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中国跟巴西之间的 那个六点共识啊 他说那个是什么 那个根本就是你们大国之间 想要在战后得到世界舞台的权利 那你是牺牲我们乌克兰的利益吗 那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说 谁会得到这个利益 他认为中国跟巴西 都是在图谋自己的国际地位 的这种世界话语权的那种权利地位 可是中国外长王毅 也在相当的同一个时间 也会见了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哈 也再次跟他重申说 我们跟巴西的六点协议从来不变了 就是说战场不要在外议 不要在升级 各方不要在天火 这是中国始终都一直坚持的目标 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哲伦斯基是竟然讲了像这样子的话 那所以说将来 其实我觉得啦 在这一个点上面 中国对于调停整件事情 会有非常大的注意 只是看乌克兰他愿不愿意接受 而泽伦斯基到现在还在讲他的十点 他的十点声明 两年前的和平方案就已经讲了 乌军这个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是俄罗斯唯一一个条件 全部撤出 归还我们百分之二十的领土 然后呢 还要追究俄罗斯的战争责任 那你想想看 你提得这么硬 上谈判桌 你马上要我撤退 然后谈判 然后要追究你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我们割让土地不可能是选项 现在就有一个人跑来帮忙 叫什么丹麦总理 丹麦女总理 弗雷德里斯克 她一向是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者 她这两天她就讲 她说如果没有中国帮忙 俄罗斯你撑不到两年半 所以私底下的经济协助 丹麦是非常怀疑 因为丹麦老实讲一句 它就是挪威丹麦比利时的F16 准备要送到乌克兰去之前的集中地 也是训练场地就是 丹麦是完全无条件的攻击 所以你知道 这个李斯克他讲了这句话以后 就是会让其他欧盟国家 有在想说 那你现在还是这样的坚决的支持乌克兰 所以在联合国里面 他就马上对哲伦斯基的谈话 投了赞成票这样子 但是他会有没有影响力 会有的 明年1月丹麦将成为联合国 非常任理事国的主席 我们知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就五个国家 中美 英 法 二 然后丹麦会成为 非常任理事国的主席 他是具有相当的话语权的 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到说 他会牵动整个欧盟的看法 那王毅他已经特别跟 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哈说 我们还是坚持和平的道路 保持沟通 继续做中方认为正确的事情 然后这句话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继续要做正确的事情 也就是维持和平 不过到这个阶段 我觉得泽伦斯基他最大的败笔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他一直讲 说我有胜利计划 胜利计划 那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 都已经讲说 你聊无心意了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是你的胜利计划 不是整个战争的胜利计划 所以对于美乌之间的关系 泽伦斯基这次我学 他去联大的演说 他根本就是交了白卷 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 他们持续用炮火在进行沟通 那最可怜的当然就是 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死伤人数不断地攀升 并且面对国际的停战 劝和 以色列这边踩得非常硬 依旧是我行我素 一副绝不罢休的姿态 那伊朗也在背后 不断地支持了真主党 还放话 不惜一切手段 要挺笔巴嫩 吕建党觉得这场中东 爱恨交织的混战 会是5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吗 未必是5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绝对是50年来 最惨烈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要特别注意 现在的作战形态 已经不是像以往这种仅仅是火力交织 那有更多的因素在背后运作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呼叫器 讲到对讲机 其实它真正在下面运作隐含的是什么 也就是当呼叫器爆炸 对讲机爆炸的时候 以色列的8200部队正在掌握你其他的情报 是怎么样汇流 你的人员是怎么样调动的 当他掌握到这个因素之后 他就开始对你进行 对我们讲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进行攻击 那在这进行攻击的时候 很多人会认为说 为什么都打那么准 因为以色列早就已经掌握这些消息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真主党做了一些 其实不是太正确的举措 怎么说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 这一个一个都是防武 那这中间的红色的部分 也就是各式不同的武器装备 从无人机从火箭甚至到巡弋飞弹 它其实不一而足 甚至还有火炮 那当他现在对于以色列北方进行攻击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这些装备直接的开出来 直接的发射 但是这个部分 其实早就已经被以色列锁定 那锁定之后 你才刚出来 他就进行反制 甚至还没有拉出来 他就直接对这些地方进行攻击 那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忘记了 有关于战争规则 也就是国际人道法 对于这个里面的相关的一个保障 大家都认为说 你不可以攻击平民 然后你不可以攻击民宅 你不可以攻击医院 可是以色列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人道法的部分 他其实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 也就是说如果武装部队将医院或学校作为攻击 或者是储存武器的基地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可能会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会是最惨烈 也就是我们家的楼上可能放的是飞弹 那结果原来我认为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不是结果变成第一个被攻击的地方 另外我们看到真主党 那大家能真的分得出真主党跟平民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没有办法 这个就又是我们讲到国际人道法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拿起武器的平民 是不是会失去免于受到直接攻击的保障 对 失去这个保障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其实当以色列部队他可以声称 我无法辨别谁是真主党 谁是平民的时候 你只要拿起武器的就是兵 我就认为你就是应该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他的各种精确打击武器纷纷出拢 那朝着真主党的 我们讲到的他的原来装备储存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那个持枪的这一些平民 甚至真主党人那进行攻击 这个偏偏就是我们刚刚再一次提到的 是最惨烈的地方 那但是这个美国他有办法挽回这个部分吗 他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美国其实他在中间 他不是一个核四老 他只是想说我用喊的要和平 和平很重要 但是直接军援以色列87亿 87亿大家以为是直接军援 就是我直接提供你相关的各种各式的飞弹 或者是炮弹 没有 他不是这样给的 他刚给的这一种直接的暂时的采购 35亿 还有52亿更大的数量他做的是什么 他做的其实也就是升级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那当然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四平八文 也就是真主党都用各种的无人机火箭进行攻击 可是他要提供的也就是提升做更多的铁球 做更多的大卫投石 大卫投石的拦截高度接近300公里 也就是他的高度其实比萨德的拦截150公里还要高 而且现在以色列早就已经有一个叫做Airbing Airbing是什么 就是雷射武器 他用这些雷射武器 用这些飞弹来反制真主党 未来他是怎么对于这些中东国家的 这个才是中东国家需要注意的 是 好 我们说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交货已经被点燃了 如果这时候有更多的外力继续在加油添触的话呢 全面战争可能随时都会打响 是不是请约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伊朗他们现在在这个局里面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可能下出最关键的一步棋是什么 你如果要问到伊朗的角色在这个新进的就是 黎巴嫩南部 主要是真主党的这个战士 那么其实伊朗的这个角色的话呢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伊朗这一阵子的表现的话呢 很多人的话就是很迟疑 为什么很迟疑呢 就是说因为觉得说是伊朗的话呢 大家感觉上是一个不要命的国家 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啊 1979年的时候啊 伊朗那个时候绑架了那个美国大使馆的人员 四百五十几天的话 那个情况下来讲 我觉得伊朗真的是个不要命的国家 我没有见过一个游行把头拍出血来的 那整排的人的话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很恐怖啊 那伊朗的话呢 那伊朗这一阵子的话呢 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暗算 或是美国的暗算之下了 那么死掉了非常重要的人物 科学家啦 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前总统啦 然后这个重要的卫队啦 那个苏拉曼尼亚什么的 这些对于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 非常重要的人物都是 所以大家觉得说伊朗会全面报复 所以说觉得说 真正展开全面战争的是伊朗 而不是这个以色列这种情况下 因为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走廊里面 所这个做的事情已经是 打了很久了啦 必须坦白讲 那伊朗现在但是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说大家感觉到伊朗是不是怂了 是不是怕了 那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的话呢 伊朗现在新选出来的总统 新选出来总统的话呢 大家可以知道 他基本上是一个缓和派 这次他在联合国大会 发言的时候呢 他也强调自己的立场有所改变 所以说呢 这里头就构成了现在的局势 伊朗的局势变得非常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目前为止所有啊 据说有至少 我至少可以点出来五方啊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哈马斯不要讲啦 珍珠党啦 还有这个胡塞武装啦 还有这个伊拉克民兵 叙利亚平等化的 所有都是伊朗支持的 简易说他打一场带领人战争 那以色列知不知道呢 以色列不但知道 以色列会觉得说 伊朗你只要动手的话 我马上就攻击伊朗 所以我现在强调 这个以色列本身 目前为止的话呢 就是那个 我看到这个哈勒韦的这个照片 是以色列的参谋总长 他是已经下定决心 以色列为了要维护 以色列北方的居民的 这种生活上的安全 他会打进去的 打进礼拜登 会把这个战争的话呢 会扩大 所以伊朗现在这个态度 只有暗中支持 不会明目张胆的参战 这是我的判断了 但我觉得也 观众朋友可以再观察 就是美国他们宣布 对中东少量增兵 并且是为了撤侨 行动来做准备了 要知道 美国一旦撤侨 那就是全面战争的讯号了 尤其是在 美选白日化的这个阶段 派美国大兵 去中东这个是非地地增援 我相信在民意上 应该不会太好看 那刚才跟你从美军的动作 你观察到了什么 美法联合声明 希望提出一个 21天的停火协议 你知道这个两天前到现在 泥潭雅湖是从头到尾 就当做美听道 这件事情你知道 刚刚有最新的发展 就是泥潭雅湖的 听清楚 办公室回应了 就是说目前正在审视 这个21点声明 然后就可能会接受 你知道这件事情 已经把美国白宫的安全顾问 科比给惹恼了 记者问他 然后他说 泥潭雅湖到底什么意思 它到底是政治性的谈话 还是战争性的谈话 我不懂 你们去问他 对不对 这样子是不是说泥潭雅湖 表面上答应我们 私底下他又在说谎 为什么 因为泥潭雅湖 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回复 到底要不要接受这21点 这21点是美国跟 法国总理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们共同签署 他们说 这个以哈的冲突 已经到了无法容忍 而且不符合任何人的 利益的状态之下 你们应该要停火三周 我们再来重新检视 各国一起来想办法 帮以哈之间的纷争 跟奇异点 找出一个 可以大家都接受的方案来 可是为什么他就一直在 就是反反复复 泥潭雅湖始终没有一个 正确的明确的说法 说我是答应不答应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到现在到处 各位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尼泰雅湖还是没有确定 不过有一个人讲的话 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到 这叫以色列的外长 他叫卡兹 他讲了一句非常 发人深行的话 大家注意听 叫 在以色列北部 从来没有停火这回事 这一句话我不会改 什么意思 在以色列北部 也就是说 当真主党 他们没有退回黎巴嫩去 还在以色列北部 试图犯禁的话 我们一定会干嘛 一定会歼灭他们 所以地面部队准备行动 撤侨行动已经准备 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 我们刚才讲尼泰雅湖 那是尼泰雅湖讲的 可是现在看卡兹他讲的话 在以色列的北部 没有停火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你通通赶走 其实他赶走是好听 是消灭 他要消灭所有的真主党 游击队 他们才会干嘛 才会停止 所以说地面进攻要开始 这个地面进攻是自 第四次以阿战争以来 就是四五十年前 以色列从来没有这样子开始做 他会一直攻到以色列北部 甚至攻进了黎巴嫩的境内吗 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观察 所以美军派了七十个陆战队 到哪里 到塞浦勒斯 塞浦勒斯是最接近撤侨地点 距离以色列是最近的 所以现在包括俄罗斯 英国 法国 都在呼吁公民说 你们在商业航班 还有的情况之下赶快撤侨 赶快跑了吧 如果等到没有商业航班的话 像美国一样要派什么 要派飞机 要派飞机到底能不能派 都是个问题 难道你要做那个又挤又热的 战车登陆舰才能够回来吗 所以撤侨行动已经开始 这个整个局势的话 真的实在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有这个中美欧的贸易过交 还有中国大陆要用反歧视新疆棉的措施 对欧美的服装品牌反江一军了吗 观众朋友 欢迎再来回到 欢迎全世界的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到中国电动车 能卖到欧洲的关税命运 现在就看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他与欧盟各方人士的周旋和谈判了 那目前立场鲜明是反对与中 来建议贸易壁垒的国家 包括了匈牙利啦 德国啦 挪威 西班牙等等 但这个结果呢 还是必须看欧盟这个议事程序的最终表决 想问一下岳老师 您观察目前中欧贸易的磋商 正在往哪个方向来倾斜 我先强调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 像匈牙利啊 挪威啊 德国啊 他们这些国家之所以反对 要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 尤其是匈牙利的外长 已经表明态度说他会将投票反对 你要知道欧盟是集体决议制的 每一个国家的话呢 一定要共同决议 所以说每个国家相对而言 都具有这种否决权啊 那西亚利的话呢 是目前为止欧盟国家中 跟中国关系最好的 我觉得要讲到三个方向 第一点来讲的话呢 德国为什么反对 因为德国本身非常了解 就是说他自己的汽车工业 他自己做的电车也好 传统车也好 或者说是油电混合车也好 他已经把大量的这种投资 放在中国 放在中国 尤其在新疆的投资的话呢 就是他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增加 在这种美国的宣传 新疆什么什么劳工问题啊 什么什么集中营问题 那么德国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知道 这个载商延商啊 就是要把凡是生产的 要把它放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 挪威 挪威是什么 挪威是全世界最有钱 最重视环保的国家 挪威电动车它没有理由拒绝啊 因为电动车其实的目的 我说一句良心话 这个简直是西方国家的 莫名其妙的做法 你原来强调 因为我们这边 通通在讲绿色环保 绿色环保 讲到现在的话呢 中国的绿色就不是环保 这个讲不出来的道理 那挪威基本上 头脑比较清楚的讲 说我们既然有钱 我们既然要维持环境 我们既然要保持 电动车就不会污染嘛 对不对 你有本领的话 在发展那种轻能车 你做不出来的话呢 那电动车做出来的话 你就要采购嘛 那匈牙利本身来讲的立场来讲 我比较清楚 因为他们说总理奥尔班 他带动了整个匈牙利的 基本上的态度 就会认为说 目前为止欧洲 尤其是欧盟的国家 要发展上来讲的话呢 他们一定要降低成本 因为我在欧洲住了很久 我非常清楚 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 劳工太贵 福利太好 人太懒 就是这三件原因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王文涛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是想尽办法做一切的协商 虽然是很辛苦也很努力了 好 我相信 作为一种回应 中国商务部这边呢 他们日前发布了一份 不可靠实体清单 对美国的PVH集团 启动的调查 那是否有涉及 新疆产品歧视性的措施 说到PVH集团 观众朋友可能听名字有些陌生 但他们旗下的品牌 您一定听过或是买过 像是CK Kelvin Klein 或是Tommy Hilfiger 这些品牌 都是属于这个集团旗下的 那现在PVH集团 抵制新疆民的调查 算是中方的反制措施 而且动作还算是蛮克制的 他也持续告诫各国 不要变成了美国 打压中国的这个小弟 马前卒 而损害到自身的利益 那新疆民这一招 干哥觉得怎么样 你知道PVH是全世界第二大时尚服装品牌 对 当然是在美国 它是全球第二大 Kelvin Klein等等品牌 你知道它第二季销售全球是多少钱 销售额是20亿美金 这个在服饰这种行业里面 它根本就是龙头老大 但它竟然在一年前 你知道它提出一个什么 它断绝所有使用新疆棉的 世界各工厂的业务 不管是在孟加拉 印度 都跟你断绝 为什么 它提出一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球合规声明 也就是说你这些厂 你要用新疆棉的话 你要给我提出这个合规声明 为什么 代表没有来自新疆的 所谓他们认知的血汗工厂的制品 他们就认为说 你是血汗工厂 那问题是PVH集团 你也要晓得你是一个 拜托你是商人 你怎么会发这种声明 一定是商务部要你发的 一定是美国要你发的 没办法 政府叫我发我就发 还要叫我跟新疆棉有关系的 这些工厂都断绝 那个成本会提升的 你知道 那PVH集团的服饰品 最大的这个销售地就是中国 第二就是澳洲 就是亚太地区撑起它一半的业务 那你这一半的业务 你现在就看起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因为美国商务部 对于汽车 你知道最近白宫还特别要求 通用跟福特两家公司说 你们不要再进口中国电动车了 尤其是卡车这些电动卡车 都不要再进口了 为什么呢 因为要避免世纪之初 有第一次中国冲击 对不对 过了24年以后 不要再有第二次中国的冲击 如果中国冲击又成真的话 很难回复美国基本的工业制造能力 尤其是美国非常重视的汽车工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那欧洲也被拉进来了 对不对 欧洲现在也被拉进来 欧盟现在我跟你讲 他说要中国现在对于PVH集团提出这个 也就是说不可靠实体清单的调查 对于欧盟来讲的话 欧盟也一样 他们面临着到10月底以前 27个国家要一起投票 你必须要超过15个国家 也就是65% 才能够决定什么 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对中国电动车 中国就是欧洲车在中国设厂的那些厂 进行征收9%到35%的关税 那是一个很 就是那是一个很伤害性的 而且如果说到了10月底去 就是说他们投票要是成功的话 就有5年为期 就等于有点半永久性 所以对于欧洲车来讲的话 欧洲厂商来讲的话 也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难怪德国匈牙利 还有西班牙 他们都希望在10月底之前 拜托 我们现在来再磋商一下 不要对中国提出这么高的关税壁垒 否则反经销调查 中国也可以照样对你们欧盟做 不是吗 好我们延续刚才干哥有讲到的 这个中国电动车话题 虽然欧洲这边还是有想挽回的余地 但是美加他们已经出手了 100%是克定了 但是在北美市场我们看到 中国的电动车依旧很有竞争力 即便你这个关税增加了一倍 比亚迪还是可以卖到2.5万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的产品 你要知道特斯拉 他们目前旗下是没有3万美元以下的车款 所以在低端这个便宜的车厂里面来讲 中国电动车还是有无与伦比的CP值 那现在好关税也加了 但是中国电动车照样卖 美国现在政策会不会有一种 小丑竟是我自己的感觉 事实上在美国科增100%关税之前 我就已经提出来 哪怕是美国提出200%的关税 比亚迪或者是宁德时代 这些车厂的车在美国一样推得动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来讲 中国制造的这些汽车 它都是在一个合理报仇范围之内 而且大陆它基本上来讲 它制造电动车已经达到了规模经济 所以它做什么都合理 然后它的这些车子往外 往外销售 其实对于业轮来讲 这个是产能的过剩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它不是 那现在我们如果仔细看 北美对于电动车的喜好程度 其实只限于一个问题 也就是电量焦虑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充电 为什么 因为在拜登刚刚上任的时候 他花了50亿元 要盖50万座的这一个充电站 可是截至目前盖了几座 七座 这个就是美国的速度 乌龟在爬 但是大家愿不愿意开电动车 其实大家如果没有电量焦虑的话 是愿意的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才能真正的提高 这个降低热效率的耗损 因为我直接借用电能 然后用电能直接的推动汽车 没有在这中间 我又有发电机 我又有内燃机的问题 它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说 看最近的销售的话 我们会发现 因为它有 在北美它实际上 是有这个所谓的 电量焦虑的问题 所以它Hybrid 也就是我们看到 蓝色这条线的车子 卖的是最好 那其次 也就是我们看到 黄色的这条线 其实就是全电车 那个电动车 然后现在我们所开的这些 一般的燃油车 它其实卖的状况是最差的 但是这个情形 如果其实不完全反映在 特斯拉上面 为什么 因为它有做过另外一个统计 如果的 我们讲到说 扣除了特斯拉的一个电动车 我们来看 这个是它电动车的状况 其实在今年2月跟3月的时候 它的状况 销售状况并不好 但是如果把特斯拉的状况 扣除的话 其实整个的电动车的 它的销售是不断上升的 那也就是如果美国 它在它这么广包的大陆上面 解决充电的问题的话 其实这一个电动车的市场 是一点就全面引燃的趋势 好 我们谢谢舰长的分享 观众朋友 下段节目是铁道迷喜爱的话题 中国外销的高铁技术 还有净铃排放 非常厉害的轻能源列车 如果实际投入淫欲 究竟有没有搞投 稍后回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好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来看到让中国广东的东西 向交通方便性 更上一层的煤龙高铁运营之后 象征中国铁路 现在营业的里程 突破了16万公里 其中高铁营运里程 就达到了4.6万公里 是位居世界第一 也超越了其余国家 高铁营运里程的所有总和 所以无论是技术 无论是口碑都足够好 还能做到外销来赚钱 袁老师您对于现在 中国当代铁路发展怎么样 有没有做过他们的高铁 哎呀 你真是问对了 我告诉你 我是太熟悉了 我甚至要告诉很多台湾人 想到大陆去欣赏大陆的 基建狂谋的建设成果 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做他的高铁 那个高铁的话 分成两种 一个D字开头的 一个是G字开头的 D字开头的话 大概是250到260吧 然后G字开头是高嘛 那个高铁的话 常常我在哈尔滨做过的 从沈阳到哈尔滨的话 是零下35度的时候 啪 一路上350公里 我先坦白讲 这个说是大陆的高铁 第一的确确 如果你要建立 对大陆的信心的话 一定要了解说 它在值跟量 量上来讲的话 是全世界的高铁的总和 那么大陆目前为止 这个高铁已经普遍到 凡是你算一下 你要去的距离 是1000公里以内的 全部要坐高铁 方便时间多 而且也比较经济实惠 也比较节省时间 那么这个尤其是 从上海到北京 这条线的话 当中经过南京 经过济南 这些你特别了解 值上来讲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品质好 因为4.6万公里 每天高铁的运行 我觉得我们这边 还有人在那边乱讲 什么没有靠背什么的 糊涂八道 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都不忍心讲 每次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因为我跟大陆人 很多人喜欢看热闹 就问我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我真的都不好意思 再怎么样形容 你知道吗 就是说对于我来讲 大陆的品质高铁来讲的话 定位的方式 12306非常重要 里面分的话 就是有最重要的 头等的 头等的 然后一等的 然后二等的 都很舒服 但是一等的话 两边各两个 头等的话 一整个车厢里面 就是七八个位置而已 你可以躺平在那边睡 如果你坐高铁的话 坐了五六个钟头的话 就坐远一点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讲的 高铁基本上的时间上来讲 就是三个小时以内的时间 但是也有非常长的 也有非常非常长的 十几个钟头也都有 反正就是说是 大陆都是四通八道 那这里头的话 就是在直跟量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大陆的高铁 取得了国际的信赖 据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呢 就是从老瓜到柬埔寨的时候呢 就是辽国了 辽国到柬埔寨的这个过程当中 高铁建成以后 越南人指望的这个日本啊 来帮忙建高铁的话 居然没有办法达成 一公里都没有办法建成 大陆现在的话 整个东南亚国家 你都不能想象 越南是可能目前为止 没有接受大陆的高铁 可能是没有高铁的国家 其他辽国跟柬埔寨 都已经开始在运作 一直在通到泰国 新加坡啊 所以说这个是外销 非常非常厉害 是 好 我们谢谢 游达老师的分享 真的是透过实际的 使用者角度呢 来分享他在做高铁的 这个心路历程 那我们想 现在中国的高铁 光是在境内 厉害还不够 还要积极地做外销 继印尼的亚万高铁之后 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 这一条凶塞铁路 是要当中国高铁 走出海外的第二条示范样本 也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专案 那中国现在建设高铁 我感觉他想给人一种 自己好还不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格局 而且是首次进入到欧洲 这个背后的意义 应该非同小可 我们如果说来看 这个凶塞铁路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他是从布达佩斯 然后经过贝尔格勒 一路他就是就这样而已 可是目前已经完工的 也就是贝尔格勒到 诺维萨德这个地方 但是他这个完工 他并没有运行高铁 他运行的还是一般的铁路 也就是现在这个 上面的这个机车头 这个机车头是瑞士制造的 那未来看到的就是 大陆的他的一个高铁 会在这整个的运行 那个就是我们讲到 凶塞铁路的那个 这个线路上运行 但是未来不排除 一路上然后经过希腊 一直到那个地中海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欧洲人还在观望 他们觉得说 那个亚万高铁可能是印尼少见多怪 那至于说大陆的高铁 他们觉得那好像是跟神话差不多 那可是等到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凶塞高铁完工 然后在2025年 它就会开始运行的时候 他们就会遇到刚刚干哥所讲到的 第二次中国冲击 就是中国可以做出这个物美价廉 然后又高速的这个产品 然后可以解决在这个欧洲大陆上面 运行的真正的 解决这个运行的出行的成本 那另外我们谈到说 中国大陆不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要解决诡据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们在这个凶塞高铁上 他们使用的是标准轨距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为什么讲整个欧洲大陆 整个欧洲大陆就是蓝色这一块 都使用的是标准轨距 可是俄罗斯用的不是标准轨距 所以他用的是1520轨距 1520轨距也就是说 从中国大陆如果走 它的一个西伯利亚的铁路的话 它要换轨 但是这个就是中国的能力 以及中国在建构它的标准 什么样的标准呢 也就是它可以自动换轨 也就是以前换轨总是要过个 两三个小时很麻烦 它现在可以在运行当中 它有一个辅助轮 然后让它的主要的运行的 这个钢轮可以直接的对接在正确的轨道上面 所以这一个就是后续的中国冲击 也就是从中国出发 一直到俄罗斯 进入到欧洲 全部用一个列车 用那个就可以直接到达 这一个可能才是美国始料未及的 OK 好我们再来说 这个铁路运输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而交通产业呢 一直以来都拥有这个碳排大户的原罪 那净零排放现在又是全人类 要一起面对的贡业跟命运 那中国这边就提出了一个改善方案 就是氢能源列车 号称是采用轻动力 最高时数可以达到200公里 续航力也有3000公里 并且氢燃料电池反应过程中 只会生成水而已 是真正做到了全程净零排放 那我就很好奇了 这个东西真的这么厉害吗 如果实际来投入营运 有没有搞投 还是说成本是大魔王 其实氢能车跟电动车两个 就是说它其实互相没有干戈 都是可以并行的嘛 对不对 但是坦白讲一句 因为氢能源它的成本是高的 到目前为止 你知道中国它已经达到了 一年生产22万吨氯氢 因为要当作氢能源 一定要用氯氢 而不能用灰氢 也不能用蓝氢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年产氢的总吨位是 3550万吨 氯氢只有22万吨 为什么 成本高 你知道 但是日本从2017年开始 就是要做氢能车 尤其是大型机具 重车要用氢了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那个排碳太可怕了 到现在7年过去了 进度是零 中国最新的 前几天在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 它推出了Sinova H2 什么叫Sinova H2 整台车都是氢能车 我已经有东西拿出来给你看了 我现在不是只有火车头 它现在先挂四节车厢 就跟渊老师刚刚讲的一样 一节是商务舱 另外三节 它可以试运型的 这个氢能车可以开始试运型的 他说他从A跑到B 他现在最大速度不如高铁电能 他只有200公里 200 平均是160 但如果你再减半 时速80公里的话 他可以跑3000公里 他跑完3000公里之后 要加轻 要多久 15分钟 就加满 继续跑 大家会想说这个太科幻 他讲的是不是童话故事 不是 是现在大陆 他已经做出这样的样车出来 在博览会里面提出来给你看 那就代表他会真的做得出来 而且他从真的做出来 到试运型 到营运 到载客 到获利 其实这是一整个系统 这不会是说 这个是明日科技 未来能源 其实轻能源 老实讲 在对于 就是说很多国家来讲 他们都是很希望 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突破 这个关键技术 就像我刚才讲的日本 日本的那个电解潮 只剩下两家 快活不下去了 中国现在是做多少 做2.5千兆瓦的那种电解潮 世界最大的 那他能够做这么大的出来的话 他以后做得会更大 也就是说 中国在滤青方面 尽量降低成本 当然现在花的成本很高 可是他如果